好,我们现在呢可以看到就是说它看起来有点边边角角的,就是它看起来有点不够平滑,所以按右键可以选shade smooth 那shade smooth以后呢,其实我们又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面 呃,开屏的地方反而变得有间层 所以这时候你可以按tap键,或者是说你反正就是进到面的编修模式里 你选到面,那你可以试试看选它的这个另外一个功能,叫做shade flight 所以这样这个比较大面积的面,其实我们可以先用这个方法去处理 我这边是按shift,按着不放,然后我这边打开see-through,就是透视的功能 OK,这边还差一个 OK,现在全部都选到,哦,还有一个,背面 所以现在应该是真的都选到了,这时候呢再按右键选shade flight OK,所以我们这时候呢把那个透视的功能给关掉 那我们再看一下目前有没有问题哦,然后这边可能按tap键,先回到物件模式 OK,哦,这个好像又变得有点奇怪哦 哦,这个好像这样也是不行呢,后面是OK的,可是侧面这个好像不行 所以我侧边呢我现在试试看,tap键我现在把它全选 哦,不不不不,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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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rl-z回来 这个应该不要选就好了,其他那几个面small的回去啊 OK,那这边呢,c-through是打开来 好,这边呢在做shade smooth OK,那这回到object mode,我们来看一下,OK 诶,这样就好像是没问题,可是又有点奇怪 诶,这样看又是没问题 好,这边我看看到这里来 好吧,先这样吧,嗯 然后再来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去 复制它的面,我们要做那个架子啊,把这东西可以黏在那个天花板上 先到这里来吧,OK 现在选低屋的面 c-through还是要开哦,c-through 选低屋的面,就是tap键 tap键,ok,选面 切到选取工具,这边自己选面 选到面以后呢,这边shift加d 然后再来呢就是用缩放工具 它这个其实会乱跑,所以你可能要回去哦 ShiftD,然后这也是开Scale功能 对,缩放功能 OK 接着呢,这个应该是要拉出去 OK 拉出去 那拉出去以后呢,我们现在在 嗯 选线,然后再 一处出去哦 那这个可能只需要做半边 所以这个大概是这样子 OK,我们现在呢,这个选线 先拉近一点哦 OK OK 然后再Ctrl1 做IsTrueH OK,这边呢要往上,所以呢 Z按着不放 这个可能Z先按着不放 这边的坐标似乎 有点不太对,我这边先看一下 其实也还好啦 应该是说,这个其实直接稍微自己手动调一下就好了 我们现在呢可以直接选它的点 进入点的编修模式,直接选点直接做调整 刚刚按Z Constraint 有点失败,所以直接这样自己调好了 那再来呢,我可能整个这样选起来 哦,糟糕,选太多了 我只要这样子 再拉过去 OK 出出来一些好了,OK 那再来呢就是做IsTrue 我先 转过来 我现在要选面 进入面的编修模式 OK 那选两个面 续番子不放选起来 那这边呢先做一个IsTrue 那这个IsTrue呢应该是 IsTrueAlone Normal 沿着法相量去涨的 所以我们这边就这样拉 这个 透视功能先关掉好了 可以这样,OK好 那 就到这里呢 现在呢下一步我们看 我们先把这些面给删掉 这些面给删掉 这个面删掉 这个要选取工具 OK Delete faces Delete faces 有点蠢啊 其实可以 应该是可以一次做完 哦 刚刚没有想到歪掉了 没有关系 先这样子 Delete faces 好这边呢我先转到这里来 把C2打开来 那这个 明显的问题我就直接自己修正了 这边直接就 移动工具把它拉过来 拉过来 OK 这边呢打开 Wireframe 这边可以看到它其实还是Wire的 OK好 好 这边呢稍微转一下 接着呢 现在要做所谓的Solify Solify 其实可以让它变得就有一个厚度存在 这也算蛮一个蛮特别的功能 然后这边 现在看一下是先切到这里来 好 那应该是在物件模式 你可以按Tab 可以到这里来 Object Mode都可以 Add Modifier 去找Solify Solify Solify 在这边OK 所以Solify加了以后 这边再来就是它会 Solify 这边有个Thickness 它的厚度 那我们的厚度应该是要加到 多少呢 这边呢有一个功能 我们应该要开 就是 它这里有一个厚度平均的功能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就是厚度是平均的 打开来 然后再来是边角呢 是不是要填起来 Ring 这边呢 看一下好了 这样子 Fill Fill Event Thickness 这都有开 好 把它现在看起来很怪哦 C2关掉好了 这个东西呢 我们现在是不是它的 它的那个 这个物件啊 我现在选它 它有一个问题啊 它的面 它这个物件呢 现在看起来是 就是它有点 糊掉的感觉 所以呢 我在Edit Mode里面呢 我现在选它 我这样子选好了 OK 我先这样子选 然后再按呢 我用Shift 把这些东西都取消 Ctrl 全部取消 对 OK 再来 我这边再选一下 选面 切到选择工具好了 OK 然后透视功能打开来 再一次好了 我先 全选 OK 好 再来呢 嗯 错 错 错 Ctrl Ctrl 好 这边应该都没有选到 对OK 很好 所以我现在呢 在做下一个动作是 Shade Flight Shade Flight 就是这个Shade Flight 它看起来是拼的 OK 那再来 我来看 这个S光 Ctrl 关掉 OK 看起来正常了 OK 好太多了 接着 就是这角落的线呢 我现在想要把它给 做倒角 所以我再做到这里 我们就 让大家操作 这边 Altr去点 它 我们这个Solify哦 其实可以考虑 是不是直接 我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 Solify 可以 好吧 这边现在要倒角 倒角 我现在选线 模式 OK 我这样选到了 这边我也选到了 OK 好 还有什么没选到的 应该没有 那就这样子 Ctrl B 倒角 OK OK 那 倒了以后呢 先看一下这个参数 这个 WITH 我现在改成0.35 然后 然后 它的 Segment 6 OK 可以的 0.35 好像太 大 我这边加一个 0 这样 应该可以 OK 所以 C through 我现在关掉 嗯 这样是OK的 可以 这样可以 好 就先坐到这里吧 好 OK